问题啊,谁是我们历史上那个挽狂乱于祭导的人? 大家心中首先想到的答案是谁? 就是咱们这个国家,1840年开始,就是我们整个近代史,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。 我上学那会儿就非常不喜欢学近代史,已经上完课,整个人心情就不好了,那就气。 你看,第一次鸦片战争,第二次鸦片战争,甲午战争,到后来八国联军清华战争,我们战败。 前新手条约,赔款4.5亿两百银,4.5亿,这个数字怎么得出来的? 人家就是根据当时咱们有4亿多人,一人一两,人就这么给你算的,吃我。 当时我们有一个驻美外交官叫谭锦庸,他在美国街头竟然遭到了无端的羞辱,在列明身份之后,竟然还遭到了殴打。 我们去交涉,人压根就不搭理你,外交人员啊。 他拧营出来之后,不堪其辱,在旧金山大桥跳水自尽。 大家想想啊,当时他是何等的绝望,那在他看来,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。 那我们说,从1840年到1910年这期间,有没有人做过努力? 当然有啊,洋务运动,是吧? 事以长计之宜,到后来事以长计之强。 你再到后来,变法维新,没有用,全都失败了。 各场战争,怎么打都打不赢,跟谁打都打不赢。 有人说,那中法战争不是赢了吗? 那叫赢吗? 马尾海战啊,一个小时,福建水石,全军覆没。 只是说,后来我们防御战打得不错,给予法军比较大的杀伤,那双方谈判。 但你看你谈的什么? 你不是还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吗? 所以说,叫法军不胜而胜。 后来,1911年辛亥革命,1912年建立民国,他改变这种情况了吗? 没有啊,老人家怎么说? 辛亥革命,他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而已。 反帝,反封建的任务,他完成了吗? 他改变这个国家了吗? 完全没有。 就是这个时期,从1840年到民国,大家可以看啊, 我们不是没有做过努力,我们各个阶层都做过努力,都抗争过, 但没有用,全都失败了。 那从而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? 就是整个国家腿了,从上到下都没有信心了。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民众,鲁迅怎么形容的? 麻木不仁的国人,知识分子阶层呢,也没有信心,麻木的否定。 就是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,你看那段,只要沾着我们中国传统的爱就是糟粕, 就是导致我们落后的原因,从制度到人,甚至后来说汉字也是错的。 所以你看那段时间,就有人说要把汉字给废掉。 就是在那段我们觉得,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跟谁比都不行, 就提到中国,我们好像就比人矮一截。 我们说抗战,1931年918,日本入侵东三省,我们中华民族抗战开始。 但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啊,大家看看我们宣战了吗? 哪怕到了1937年,七七事变,全面抗战爆发,我们宣战了吗? 大家可以看看,我们正经对日宣战的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, 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,美国宣战之后我们才宣战的, 我们打了十年才宣战啊,说出来就觉得很可笑啊, 究其原因,别这个那个的啊,就是没自信,想留余地就这么简单, 而在正面战场一败再败,1944年欲相贵会战,损失兵力六十余万, 丢掉城市一百四十六座,1944年啊,还剩一年抗战就胜利了, 你打成这样,被人家从河南直接打到广东, 即使说抗战胜利,自信就找回来了吗?人家就看得起你吗? 没有啊,日本从来就不觉得是我们打赢了他。 大家可以看啊,在那个时间,他们国内关于我们的报道, 在他们民间,就关于我们啊,他们还是用着指纳, 就这种那种羞辱性,侮辱性,歧视性的词汇, 当时我们作为战胜国啊,我们代表团在东京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, 我们都懵了,怎么回事,我们是战胜国呀, 没错呀,人家就是看不起你,那我们说, 我们中国什么时间真正站起来的? 我说的这个战啊,是打心里真正的战,抗美援朝, 抗美援朝的胜利,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骨子里那份民族自信, 又被唤醒了,对吧,我们是谁? 我们是中国,我就不信这个邪,我们几千年都过来了, 老人家,绝对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, 排第一的英雄,抗美援朝把整个世界都给镇住了, 尤其是日本,他可就在眼巴前看着呢, 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怎么把美军从鸭路间赶到了三八线, 我们不管现在互联网那些16亿,那些1450们, 他们怎么去狡辩,怎么去找部,事实就是我们出兵的时间, 战线就在鸭路间,而结束的时间在三八线, 这就是事实,无可争辩的事实, 就是在朝鲜战争之后,日本整个国内对我们的称呼改了, 不再称为支那了,而称之为中国,一样的人,一样的装备, 短短五六年之后啊,完全不一样了, 整个国家焕然一新,就是老人家,使得我们站了起来, 他等于说,把我们这个在当时满木窗移,满地坑挖, 遍地垃圾的土地,给进行了彻底的平整, 之前的帝国主义,封建主义,官僚资本主义,彻底扫除, 在这块古老又新生的土地上,建立起了新的中国, 从这个时间起,大家看看,我们还怕国外吗? 后来,对印自为反击战,珍宝岛对越自为反击战, 谁不服,不服咱就试试。 当年伟大的三线建设,我们为什么搞啊? 说白了,我们就是做好准备, 面对当时世界的两大强权,美帝跟苏修的同时进攻, 那你说,当时全国人民谁怕了? 老人家怎么说的? 独有英雄屈虎豹豹,更无豪杰怕熊皮, 美帝苏修吗?有什么呀?那你来吧, 我们中国人民就在这等着你们,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民族自信回来了, 大国自信,这是整个国家, 有人肯定说,你说的这个太大,跟我有啥关系啊? 好,咱就说点跟咱有关系啊,说点实际的, 我呢,是八十年代的人, 我小时候,九十年代初,回我外婆家江西基安, 京广县是不通的,那时间京九县也没修好, 怎么走呢?绿皮火车, 先到武汉,在武汉转车,买票你还得临时买, 坐到新宇,在新宇坐长途汽车到基安, 二十多个小时啊,关键是啥?受罪啊, 你赶上春运,你别说坐了,连站的地儿都没, 能有个好地儿站就不错了,啥地儿好啊? 厕所门口,那个洗漱池子, 甚至啊,货架上,座椅下边,都是人, 去年我坐高铁回去,五个小时, 网上订票,方便,快捷,舒服, 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网, 是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体现, 是不是方便了群众百姓吗? 大家想想,小时间咱做饭用的什么? 煤气罐子,用完之后就得换煤气, 年纪小的不知道,你问问你们父母那代, 谁没有扛过煤气罐子? 这东西啊,不方便不说,还不安全, 有时候你正做饭的,啪,没气了, 人送气的啊,有空啊,人家给你送, 没空了,你等着吧, 两千年之后,我们国家投资三千亿, 建设西西东宋, 把天然气送到了每家每户, 现在咱们打开灶就能用, 是不是方便了,吸电东书? 咱想想咱小时间啊, 家里停电太正常了, 谁家里没点过拉,停电了, 就拿着席子到家属院, 房山头,躺着, 因为外边啊,相对凉快嘛, 再看看现在, 正常情况下停过电吗? 还有,就我老说的,南水北调, 我记得很清楚啊, 我们那个家属院是自己打得进, 还有一些单位用的是我们本地水员的自来水, 北方水质硬啊, 那个旅壶时间长了, 它水袖就特别厚, 每隔一段时间呢, 你都得敲一敲, 有印象呢,大家回忆回忆, 是不是这样? 我家那时间怎么做啊, 就是这个湖里边放个四瓜羊, 因为它有吸附作用啊, 大家可以看看以前啊, 有的地方的北方人的牙, 其实说啊, 我们河南还行, 河北那个水质比我们还硬, 它长时间喝, 对牙就不好, 水质太硬, 高浮水, 南水北调之后, 我们用的就是单江口水库的水嘛, 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水购, 但明显好得太多了, 南水北调设想, 啥时间开始的, 1952年, 老人家视察河南的时候, 1958年, 单江口水库工程在河南湖北交界处开建, 1973年建成, 就是在那个时期,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啊, 着手南水北调工程了,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, 从前级规划, 到2014年中线贯通, 这中间多难啊, 对不对, 那再难, 为了解决咱们国家北方缺水的问题, 咱不是也弄成了吗, 这不都是立国立民的千年大计吗, 哪个国家会给你这么搞, 哪个国家又有能力给你这么搞, 只有中国, 方便的东西, 你用多了, 你用习惯了, 你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, 你没有经历过之前的苦日子, 你就不清楚, 国家为了使我们站起来, 富起来, 做了多大的努力啊, 这些不都是咱们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吗, 哪项不是跟咱们切身相关的, 今天说的有点多啊, 因为明天呢, 是我们建国七十五周年, 我呢, 是个历史国主, 想想我们近代史, 看看我们国家现在的变化, 我是非常激动的, 所以说啊, 这个话就多了点, 仅此祝愿, 祖国繁荣昌生, 在此呢, 也勉励大家啊, 我们在各行各业, 我们共同努力奋斗, 尽早的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 使我们再次一驴世界民族之巅, 我们下期见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